要不是撞到主播李志恩 黑洋首发铃铛会嚣张多久都不知道 这次差点赞送其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这么说呢 都知道南京黑洋自从九泽会以后 势气高涨 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这位南京黑洋的主力选手铃铛 最近却发了KPL联盟的大忌 辱骂队友已不在话下 那为什么说要不是撞到主播李志恩 都不知道铃铛会嚣张多久呢 就在他与李志恩撞车的一局电风带中 李志恩选了打野镜 二六铃铛拿了马克 就是小的沈木系刘善和马超 虽然选人节的一切正常 但前期由于对面苏联的两次推了蓝buff 让李志恩的镜非常难受 只有刘善过来却帮不上 这时的炸弹猫还在与火舞纠缠 让李志恩非常无敌 毕竟开局他就表示对面会进野区 最终因队友恋战 导致这个乙方疑患死 李志恩一队炸传 简介着苏联再次在队友反栏 并直接将李志恩的镜控到死 这次比分2比6 李志恩已经麻了 不得不说这熟练太火了 就是这样队友频频被杀的节奏 让李志恩一队的心态开始慢慢崩溃 直到720秒 铃铛终于忍不了了 直接说到快点吧 别折磨我了 这还不算 又过了两分钟 对面下落一波约塔 击杀了乙方三人 这次铃铛彻底绷不住了 不仅开拍怒恨队友 同时居然点人投降 赶快点了呀 跟你们玩游戏 我真的很恶心 知道吗 快点呀 别那么折磨我了 受不了了 怎么太坐牢了 你真的很重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傻子 也是被推烂了 要知道职业选手点投降 示范了KPL联盟的大忌 联盟是不允许职业选手 消极比赛及投降的 严重的要被禁止比赛的 而铃铛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他也没想到 会撞到正在直播的李志恩 反观李志恩 听到马可开麦怒恨后 便屏蔽了马可的麦克 不然还不知道 铃铛会骂出多难听的话来 最后随着乙方第二次投降 没有成功后 就被对面打爆了水晶 来自家里的一面 我们才发现 马可正是南京黑肉的铃铛 作为一名职业学手 不仅个人数字让人看优外 就连职业素养也没有 从上一次的职业学手 投降时间到如今 由于时间太久 已经记不得是谁了 这次却被铃铛打破 而且铃铛作为刚成年 生日刚过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难不成饭吃得太饱飘了吗 还是被俱乐部宠得太焦急呢 时候虽然铃铛主动道歉 但这样的事最好不要再发生 不然以后名气大了 让全网声讨的话 定会葬送自己的职业道路